月子餐永遠比他們吃的餐要香 口味也好 大家好我是金陽 這個大蒜已經種完了 這兩天也把這個虎妞給使壞了 也辛苦了今天來 再弄兩個豬田給它劈開了 再放半盆花生米 對半盆花生米 靠勞靠勞他 鍋裡倒 鍋裡倒 五斤味來是不是五斤 好了 亮涼了他這是 亮涼了已經 我先拿盆給他倒點湯 哎呦 不少呢還那麼多 這回多哈 嗯 他就是不找他 哈哈 行了 知道你們也聞見味的啊 但是這東西不能讓他吃 鍋子沒有這麼拖 啊 好的 好 你這慘鬼別叫了就沒有啊 哎 這回比上回爛骨多了 這燉開了 這個 這個 剁開了再一個肉說 他燉的比上回時間長 嗯 在鍋裡邊燜的時間也長 嗯 我趕緊拿盆 給閃電來了一塊 他不能吃完 他現在 哎怎麼說他食量 太大 昨天晚上又偷吃我 那麼多肉餡 一會咱再聊這事 我趕緊拿捕 因為那次燉的豬蹄全都吃完了 然後撐到了 開始拉稀了 所以說這回 哈哈 楊哥肯定給拿出兩塊來 他的這個食譜啊 只能是以肉 肉肯定是要有 但是這個湯也必須有 啊 就兩塊就行 太小了吧 哎 花上米 嗯 湯就不給他了 湯讓虎妞來就行 咱一來就來 這個還得 哈哈 哈哈 你閃電的 你吃那這個 嗯 它是以湯為主 這回是入口即化的感覺 開始吃花肉米了啊 煮好的花生豆吃吧 這回沒嚼幾口咱就沒了呢 你你拿著幾塊的原因 沒有沒有 不是那個 因為它剁成小塊了 所以它就吃的快 嗯 如果要是整個的 它吃的 就沒那麼快了 嗯 再加上 上次那個骨頭一吃的時候 嘎嘎嘎嘎 那種聲音 你看這次 它就很少 很少能聽見那個 燉的爛 嗯 燉的爛 骨頭都燉酥了 都沒事了 直接一嚼 嘎嘎一聲 一眼都累了 嗯 吃吧 喝完 那閃電也嚐嚐豬蹄子啥味 我看這湯是喝不下去了 看這肚子又起來了 嗯 嗯 正好這湯 晚上一頓 就喝的差不多了 它半夜起來 它也喝水 呵呵呵 就放這兒當水喝行了 你看肚子起來了 大家肯定會說 你這讓火牛吃的太少了 哈哈 吃太少是吧 昨天半夜吃了 將近一盆肉餡 哎呀 偷吃的 你剛才把那小狗的 後面擦了是吧 還留著呢 嗯 它只要是不舒服了之後 直接影響小狗 嗯 它如果要拉稀 小狗也拉稀 就這樣 如果它胃口好 小狗胃口也好 來 這一盆喝不喝 來 來 喝不喝 你豬蹄沒吃夠 啊 少喝點 上門滿滿的 全是油 你也端進盆喝一口吧 哈哈哈 我就忍忍嘛 別喝了 哈哈哈 哎呀這個豬蹄 今天比上次燉的要好太多了 爛 是幹完活之後 趕緊 嗯 想辦法給它弄 嗯 然後小狗這兩天 也弄的 是晚上能吃飽 白天 在屋裡 在那叫喚 虎妞也不能出來 只能隔上幾個小時 讓它吃一次奶 吃的太香了 讓閃電出來吃啊 閃電 在窝裡吧 行 先讓它去回小狗 看那奶憋得不行 嗯行 走吧 哎你倆說 別碰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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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 甩著啥勁呢 對 哎不是你咋不挑蛇呢 这食物是比你吃的香 比你的食物比较香 不像吃鸡架给一个爱搭不领的样 还是换换口味吃的比较深 再加上月子餐 永远比他们吃的餐要香 口味也好 我这东西太贵了 只能让虎妞的月子再分你一杯 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谁 这个月子的猪蹄 这两个猪蹄 给你好几天吃的 关键是作用不一样 吃完之后 它也起不到它的作用 人家虎妞吃了下奶 你吃了长啥 你说美容 你这男子汉吃盖的 也不需要美容 花生鸣也给吃了 吃看看 还是做这个月子是比较成功的 公圈就可以吃 接手 对 公圈吃的都能接手 还没谈你 你说这感觉比吃鸡价要好上一百倍 还是猪蹄香是不是 还炒吗 还咋今天没有了 没有了 没了 我要是 别的 别给我 我要是多你拿这两块 闪电 让你媳妇 你今天吃不上 你今天你就得感谢我 我又让你吃 吃上瘾了你知道吗 没吃过 两块三块 三块 没吃够 还想吃呢 我又摸她 你看她还想找我要那个感觉 我觉得还在那呢 没回屋了 那回去吧 她回去 喂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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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了 喂奶 喂 喂 感谢观看